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了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学语之用》 阿拉妈,what is this? 《学语之用》 在座的各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讲我的华文这么在,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呢? 好了,保险期间,我还是上网查一查吧 哦,原来啊,《学语之用》是从《学语之用》演变过来的 是我们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在2005年提出的 他提出这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鼓励新加坡人 能够将自己的语言运用在生活之中做到《学语之用》 华语呢,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语言 也是我一直在使用的语言 华语对于我来说,就像喝水、吃饭、呼吸、睡觉一样 再品尝不过了 而《学语之用》的重要性呢 是我在来到新加坡之后慢慢体会到的 新加坡是一个特别而又神奇的国家 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 但是可以在同片土地上让不同的人和谐共处 这当然离不开双语教育的作用了 不同的人同时学习着英语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一起将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新加坡 一步步在世界上文明起来 来到了新加坡之后呢 我也感受到了《学语之用》的重要性 还记得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呢 我的英语不好,说得非常灭脚 闹了不少笑话 记得有一次去McDonald吃饭的时候 我跟两个朋友去 第一个朋友点了McChicken 第二个朋友呢 点了McSpicy 我当时站到了柜台前 我就在想 我决定我要点什么了 然后我上前说 Auntie,给我来一个Mac Big Auntie就觉得很奇怪了 Mac Big是什么呢 然后她就在说 小弟呀,你要什么呢 再跟我讲一遍 我跟她重复了好几遍 她还是听不懂 当时我觉得很害羞啊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然后我就指着上面的图片跟她讲 然后Auntie才恍然让我 哦小弟呀,你要的是BigMac吗 早说不是吗 然后我满夜通红 就站到了一旁 后来呢 朋友就把我的外号定为了Mac Big 后来还有一次呢 更好玩 我又跟几个朋友出去吃牛排 然后点完菜之后 服务员这样问了我一句 Ait can 当时我以为她要给我上八个牛排 我才觉得很奇怪啊 我怎么吃得了八个 而且我也没钱不是吗 我就在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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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one 结果你菜怎么着 上来一成熟的牛排 你叫我怎么吃啊 这些故事呢 让同学说来说去笑了很多遍 所以说呢 学语之用非常的重要 学习一门语言是用来沟通交流的 不只是用来考试 不只是用来学习 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生活中 会听、会说 可以用语言跟其他人交流 做到真正的学语之用 后来呢 英语渐渐进步了 我觉得在新加坡 当然离不开Singlish了 我就觉得 一定要好好学 一定要做到学语之用 中三那一年 我刚来新加坡 感觉自己的数学非常好 有一次呢 就拿了满分 老师给我这样子之后 下面同学都觉得 哎呀 都在说 泽琳娜 为什么你的数学这么好啊 真是笑啊 然后我就觉得 笑 是笑的意思吗 然后就傻乎乎的在笑 然后大家很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 这已经是笑的意思了 他们一定是发音不准 后来到了中四的时候 校长在台上讲话 说我们学校这一次呢 欧水军的成绩考得非常好 校长的发言激情澎湃 讲完了之后呢 他开始跟我们这一届同学 来开始沟通交流 我觉得校长非常的亲切啊 我就上前跟他交流 我跟校长过来 握完了之后 握完手头说 校长啊 你笑啊 结果呢 我本来是以为校长会笑 结果校长很尴尬地看着我 旁边同学反而笑了 后来啊 我才知道 原来啊 不应该怎么用的 看来呢 学语之用非常重要 学习语言呢 不仅仅要学探意思 更加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 大家听了我的故事之后 觉得学语之用重要吗 谢谢大家 一会儿 好 活着 好 来